用历史已有两千多年了 早在神农本草经中就有记载 汉半夏主要以地下快精入药 有造势化坛降溺植藕的功效 是一种常用的中药材 目前药材市场上汉半夏商品稀少 已出现供不应求 所以人工种植汉半夏市场前景广阔 农民朋友也能够取得较好的经济效益 那么汉半夏是怎样种植的呢 本期节目就向您详细介绍汉半夏的种植技术 首先让我们了解一下它的植物学特性 汉半夏 别冥 三步跳 麻玉果等 天南星科 半夏鼠 多年生草本植物 全株高15至30厘米 地下快精呈球形是入药的主要部分 不同株上叶片有两种形状 一种卵圆形 一种柳叶形 就是在同一块地上 有时也会出现这种现象 虽然叶片的形状不同 但它们地下快精的药用功效是一样的 对于这种现象 有关专家也正处于研究之中 下面我们来说说汉半夏的生长环境 汉半夏喜欢温和湿润性气候 适宜的生长温度为10摄氏度 并且要求土壤湿润 土壤含水量在20%至30% PH值在6至7之间 它主要分布在四川 湖北 甘肃和山西等地 介绍了汉半夏的植物学特性之后 我们来说说它的繁殖方法 汉半夏通常用种晶进行繁殖 主要有以下几个环节 种晶处理 选地整地和播种方法 汉半夏在播种之前 必须对种晶进行消毒处理 方法为 把前一年储存在阴凉处的种晶 用浓度为5%的多菌绫绒液 进行喷雾消毒 然后工人轻轻翻动种晶 使消毒液与种晶充分接触 消毒时要注意 工人一定要戴上手套 做好自身防护工作 消毒后的种晶用塑料布包盐 放置12小时左右 然后移至日光充足的地方 晒3至4个小时 种晶的处理工作就完成了 汉半夏对土地的要求不是很严格 一般选择山坡和平地进行种植 也可以选择前茶作物式麦子的土地 播种汉半夏 选好种植地后 要进行整地 首先将土地伸翻20厘米左右 然后施洒农加肥 每亩用量为2000公斤左右 再将土地伸翻20厘米 将肥料与土壤混合均匀 就可以进行播种了 汉半夏的适宜播种时间 为4月末 如果选择前茶时麦子的土地 5月初 麦收之后才能进行播种 汉半夏主要采用机械播种 您看拖拉机身后带动的这个机械 就是汉半夏播种用的播种机 首先将处理过的种精 倒入播种机顶部的成种槽内 然后开动拖拉机 就可以播种了 播种时 航距保持在20厘米左右 这主要是由播种机下 开钩梨的间距决定的 将梨距调节成20厘米 航距也就是20厘米了 播种机可以自行培土 播种之后就不必再人工培土了 一般每亩用种量20公斤左右 汉半夏播种之后 不要浇水 以防止种精腐烂 播种一个月左右 汉半夏的小苗 就会破土而出 当苗高达到5厘米左右时 要进行一些必要的苗期管理 汉半夏的苗期管理 主要有除草松土 施肥 浇水和病虫害防治 首先来说说除草松土 苗期的汉半夏 要经常进行除草 因为草会妨碍汉半夏苗的生长 这个时期一般采用人工除草 并且没有固定的时间和次数限制 看到地里有草 用锄头除去就可以了 由于这时的汉半夏苗 还很弱小 严禁使用除草剂 并且在除草的同时 也进行了松土 但一定要注意深度 一般松土深度在三厘米左右就可以了 不然会伤到根部 下面来说说 汉半夏苗期的肥料管理 苗期的汉半夏 主要是用复合肥 每亩用量20公斤左右 苗期管理阶段 一般施肥两次 时间间隔为15天 施肥一般选在雨后进行 方式为手撒 将复合肥撒在苗地里 复合肥就会自行溶解 如果在晴天施肥 施肥后一定要喷水 促使复合肥溶解 不然会烧苗 苗期的汉半夏 主要采用喷罐的方式 来补充水分 一般情况下 每六天进行一次喷水 就可以了 汉半夏苗期的虫害较少 主要为病害 危害最严重的是病毒病 表现为叶片逐渐变黄 最后整片叶子枯萎死亡 治疗方法为 用5%的石灰乳溶液 进行叶面喷湿 连喷两至三次 时间间隔为5至7天 可以起到治疗作用 当苗高达到10厘米左右时 就进入到了腾冶漆管理阶段 汉半夏的腾冶漆管理主要有 浇水与排水 中耕除草 施肥和病虫害防治 首先来说说 浇水与排水 汉半夏洗湿怕汗 缺水容易造成地上部分枯萎 所以要注意科学浇水 这时的汉半夏 一般每15天浇一次水 浇水时要注意 一次浇水不能太多 以湿润表层土壤为宜 并且雨水过多的时候 要注意排水 否则会造成烂根现象 腾冶漆管理阶段 汉半夏也要经常除草 依然采用人工除草方式 次数和时间也不固定 并且汉半夏的根系 集中分布在12至15厘米的表层土中 所以中耕深度不宜超过5厘米 以免伤根 防碍汉半夏的生长 腾冶漆管理阶段 汉半夏一般施用尿素 每亩用量为20公斤 施肥方式有两种 喷湿与冲湿 喷湿是将水与肥料混合在喷雾器中 喷洒在汉半夏的叶片上 冲湿是与浇水相结合进行的 将混有肥料的桶 放在水汽口处 打开桶下方的水阀 肥料就会随着水流流进汉半夏地里 达到补充肥料的作用 一般田间管理阶段施肥3至4次 时间间隔为20天左右 即可保证汉半夏的生长 防治汉半夏的病虫害 一定要使用低毒农药 下面我们就来介绍一下 汉半夏的病虫害及防治方法 这时的汉半夏 主要有叶斑病和病毒病 叶斑病初表现为 叶片上有褐色的斑块 随后斑块变大 最后叶片枯萎死亡 防治叶斑病的方法为 用硬酸亚铁500倍叶喷洒 每7至10天一次 连续2至3次 效果较好 病毒病的症状 我们已经介绍过了 这里就不多说了 防治方法为 用5%的石灰乳溶液进行喷雾 连续2次 时间间隔为5天 可以治疗病毒病 汉半夏的虫害 主要是奇曹幼虫和天鹅幼虫 奇曹幼虫是一种危害严重的地下害虫 咬食汗半夏的快精 防治方法是 用50%的新硫磷500倍叶喷雾 每5至7天一次 连续2至3次 天鹅幼虫 多发生于7至8月份 咬食汗半夏的叶片 用50%的新硫磷500倍叶 进行叶面喷湿 连续2次 时间间隔为5天 可以杀死天鹅幼虫 汉半夏一般在10月份进行收获 汉半夏喜欢温和湿润性气候 适宜的生长温度为10摄氏度 并且要求土壤湿润 土壤含水量在20%至30% PH值在6至7之间 它主要分布在四川 湖北 甘肃和山西等地 介绍了汉半夏的植物学特性之后 我们来说说它的繁殖方法 汉半夏通常用肿经进行繁殖 主要有以下几个环节 肿经处理 选地整地和播种方法 汉半夏在播种之前 必须对肿经进行消毒处理 方法为把前一年储存在阴凉处的种经 用浓度为5%的多菌绫绒液进行喷雾消毒 然后工人轻轻翻动种经 使消毒液与种经充分接触 消毒时要注意 工人一定要戴上手套 做好自身防护工作 消毒后的种经用塑料布包盐 放置12小时左右 然后移至日光充足的地方 晒3-4个小时 种经的处理工作就完成了 汉半夏对土地的要求不是很严格 一般选择山坡和平地进行种植 也可以选择前茶作物是麦子的土地 播种汉半夏 选好种植地后 要进行整地 首先将土地伸翻20厘米左右 然后施洒农家肥 每亩用量为2000公斤左右 再将土地伸翻20厘米 将肥料与土壤混合均匀 就可以进行播种了 汉半夏的适宜播种时间为4月末 如果选择前茶是麦子的土地 5月初卖收之后才能进行播种 汉半夏主要采用机械播种 您看拖拉机身后带动的这个机械 就是汉半夏拨种用的拨种机 首先将处理过的种精 倒入拨种机顶部的成种槽内 然后开动拖拉机 就可以拨种了 拨种时 航距保持在20厘米左右 这主要是由拨种机下开钩梨的间距决定的 将梨距调节成20厘米 航距也就是20厘米了 拨种机可以自行培土 拨种之后就不必再人工培土了 一般每亩用种量20公斤左右 汉半夏拨种之后不要浇水 以防止肿精腐烂 拨种一个月左右 汉半夏的小苗就会破土而出 当苗高达到5厘米左右时 要进行一些必要的苗漆管理 汉半夏的苗漆管理 主要有除草松土 施肥 浇水和病虫害防治 首先来说说除草松土 苗漆的汉半夏要经常进行除草 因为草会妨碍汉半夏苗的生长 这个时期一般采用人工除草 并且没有固定的时间和次数限制 看到地里有草 用锄头除去就可以了 由于这时的汉半夏苗还很弱小 严禁使用除草剂 并且在除草的同时也进行了松土 但一定要注意深度 一般松土深度在三厘米左右就可以了 不然会伤到根部 下面来说说汉半夏苗漆的肥料管理 苗漆的汉半夏主要是用复合肥 每亩用量20公斤左右 苗漆管理阶段一般施肥两次 时间间隔为15天 施肥一般选在雨后进行 方式为手撒 将复合肥撒在苗地里 复合肥就会自行溶解 如果在晴天施肥 施肥后一定要喷水 促使复合肥溶解 不然会烧苗 苗漆的汉半夏主要采用喷罐的方式来补充水分 一般情况下每六天进行一次喷水就可以了 汉半夏苗漆的虫害较少 主要为病害 危害最严重的是病毒病 表现为叶片逐渐变黄 最后整片叶子枯萎死亡 治疗方法为 用5%的石灰乳溶液进行叶面喷湿 连喷两至三次 时间间隔为5至7天 可以起到治疗作用 当苗膏达到10厘米左右时 就进入到了腾连漆管理阶段 汉半夏的腾连漆管理主要有 浇水与排水 中耕除草 施肥和病虫害防治 首先来说说浇水与排水 汗半夏洗湿怕汗 缺水容易造成地上部分枯萎 所以要注意科学浇水 这时的汗半夏 一般每十五天浇水 一般每十五天浇一次水 浇水时要注意 一次浇水不能太多 以湿润表层土壤为宜 并且雨水过多的时候 要注意排水 否则会造成烂根现象 腾连漆管理阶段 汗半夏也要经常除草 依然采用人工除草方式 次数和时间也不固定 并且汗半夏的根系 集中分布在十二至十五厘米的表层土中 所以中耕深度不宜超过五厘米 以免伤根 妨碍汗半夏的生长 腾连漆管理阶段 汗半夏一般释用尿素 每亩用量为二十公斤 施肥方式有两种 喷湿与冲湿 喷湿是将水与肥料混合在喷雾器中 喷洒在汗半夏的叶片上 冲湿是与浇水相结合进行的 将混有肥料的桶 放在水池口处 打开桶下方的水